十年前我后妈擅自改了我的高考志愿 害得我升学受到影响 最终与高校实质交臂 至此展开了我一生的悲剧 在与人不输之后我确诊狂躁症 又一次发病不慎从高楼跌落 再睁眼 我回到了十年前 她刚刚打开了我的电脑 输入了我的准考证号 我将她推倒在地 坐在她身上疯狂扇着巴掌 让你改我的志愿 非要这么见是不是 那他妈的都别活了 继母沈蔓被我扇得双颊红肿 还在惨叫着 我爸立刻从里屋狂奔出来 让我从她的身上拉开 许念你干什么呢 那是你妈你疯了吗 我气喘吁吁的 瞪着依偎在我爸怀里 娇滴滴的沈蔓 只觉得脑袋发晕心脏 像是要跳出来一般 我妈 你问问她刚刚想做什么 她想改了我的高考志愿 毁了我一辈子 沈蔓的哭声一顿 你胡说我没有 我只是想要确认一下 你的高考志愿对不对 念念你怎么可以这样想我 我是你妈呀 我冷笑一声 刚刚消失的理智 短暂的重新进入了我的大脑 上辈子我就是信了她的鬼话 将这件事情大事化小 最终没有进入心意的大学 复读一年 这一年的时间里 沈蔓总是对着我长须短叹 嘴巴里都是她和我爸的辛苦与不容易 让我备考压力倍增 最终也只是去了一个普通的大学 毕业之后 她又开始准备我的相亲 每一次拒绝 就用她是我妈的身份进行道德绑架 但我最终被人欺骗 婚后天天挨打 我本以为这一切都只是阴差阳错 直到死前才知道 她是为了自己的女儿徐斯婉铺路 如今看着沈蔓那张充斥着委屈和眼泪的脸 我心中的怒火疼疼燃烧 我妈 你也配 你是不是巴不得我最好读不了大学 都在家里嫁人啊 贱人 我说的话不留余地 我爸指着我的鼻子 你拧你了个半天 也没能说出一句话来 沈蔓抹着眼泪表情悲切 念念啊 我不是你亲妈也照顾了你这么多年 你说说看我哪里对你不起 你要这样骂我 都说后妈不好做 你要这样对我 我 我还都死了算了 这是沈蔓的常用手段 一言不合就用死不死地来威胁我 要是换了上辈子 我早就已经小心翼翼和她道歉了 可事实证明 我的妥协和隐忍并不会让她感恩 只会让她越发地放肆 而且 那个会一再忍让的徐念早在上辈子就已经死了 我文言立刻冲上去 揪住沈蔓的领子把她提了起来 在她的惨叫声中把她拖到了窗户边 沈蔓的整个上半身都已经完全悬空 她鬼哭狼嚎地扒住了窗户框 不死了算了 我倒是想看看你是不是真的舍得去死 沈蔓 来啊 大家一起死啊 我做事要把她从窗户口推出去 沈蔓下的浑身都在发抖 眼睛都不敢睁开 我错了 念念我错了 你绕了妈吧 她的双手扒拉着我的手臂 脸上鼻涕和眼泪横流 在这一刻 我是真的想要将她从窗户上推下去一了百了 可是不行 重来一次 我想要夺回属于自己的人生 而不是和垃圾一起同归于尽 直到沈蔓连声向我求了道歉 我才把她从窗户口拉了回来 她瘫倒在地上 在我爸的怀里止不住地发抖 我转身将他们两个人一起推出了我的房间 扭头把准考证塞进了抽屉 沈蔓大概是察觉到了 我不像从前那样好欺负 一个下午都没来找我的麻烦 直到晚上徐斯婉从学校回来 餐桌上 我每加一个菜 她就和我抢一个菜 这是徐斯婉最热衷的游戏 从小到大 只要是我想要的东西 她都会抢走 我的学校 我的工作 我的朋友 甚至是我喜欢的人 徐斯婉的脸上 带着看似无辜的笑容 哎哟姐姐 我也想吃这个 你不会和我计较吧 一旁的沈蔓不断给她使着眼色 大概是想告诉她 今时不同往日 但徐斯婉并没有接收到 仍旧是这样的我行我素 我放下筷子 对着徐斯婉笑了笑 然后一把将桌子上的所有东西 都扫到了地上 不想好好吃饭 那他妈的都别吃了 徐斯婉的手里拿着个筷子 呆滞的看着我 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 爸 你看看姐姐 我转头看向我爸 我妈生完我之后身体就不好 很快就因定去世 她再娶了沈蔓这件事情 我也没什么意见 但他明明是我的父亲 却一直对沈蔓 对我的所作所为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妄图用这样的方式 来达到家和万事兴的效果 简直是可笑至极 见我看她 我爸亲了亲喉咙 念念啊 你妹妹也不是故意的 她年纪还小 你就不能有个做姐姐的样子吗 你看看这像什么样啊 听到她的话 我不怒反笑 爸你说的对 我确实应该有个做姐姐的样子 徐四婉露出势在必得的笑容 大概是觉得我会就此妥协 你知道错了 还不把地上打扫干净 总不会是想让我妈 她的话没能说完 因为我从地上抓起了一大团饭菜 塞进了她的嘴巴里 来 不是爱吃吗 多吃点 姐姐让给你吃的 徐四婉挣扎着发出听不懂的嘶吼声 她的眼睛里满是泪水 双手不住的在空中来回的挣扎 但她的力气 哪里能和一个神经病相提并论 毕竟上辈子的时候 我可是被他们联手送到精神病院里 待了好几个月 沈漫哪里能看见自己的女儿这样受委屈 一把冲上来把她抱进了怀里 婉婉 妈妈的好女儿 婉婉婉啊 是妈妈对不住你 让你这样被人欺负 沈漫哭得真情实感 我爸怒气冲冲地走上前来 就给了我一个巴掌 徐念 你别以为你高考完了就可以为所欲 和你妹妹道歉 塞帮子传来火辣辣的疼碰 舌头顶了顶口腔里的软肉 我偏过头看向我爸 他脸上的怒火是这样的真实 可不是为了我 而是为了徐斯婉 又是徐斯婉 我一直都不能理解 为什么他明明也是我的父亲 却对沈漫他们的所作所为放任不管 为什么一样都是女儿 只有我过得如此凄惨 直到前世 他将我从精神病院里接出去的时候 第一次为我流下了眼泪 他说 涅涅啊 你是我的亲生女儿 我怎么会不疼你呢 一笔会安懂事 也比他听话 爸知道 你会理解我的 因为懂事 因为听话 所以我的一切都可以被草率的一笔带过 这样的懂事和听话 又有谁会稀罕吗 道歉 除非他们先对这18年来 对我所做的所有不公平待遇道歉 我不步走近他 脑海里所想的是 冬日里沈漫让我在茫茫大雪里外出跑腿 我被大雪淹没时候的场景 是炎热的夏日不让我开空调 导致我在家里差点中暑的时候 是放假洗不完的碗 擦不完的地板 是开家长会他旁若无人的谴责和诋毁 这些一桩桩一件件 没有殴打和谩骂 但就像是阴暗的洞里的老鼠 一点点对啃食掉我的人生和幸福 沈漫抱着徐思婉哭得伤心欲绝 见我走近更是直接将徐思婉挡在了身后 你到底想做什么 你想干什么冲我来就好吧 别为难我女儿 我冷眼看着他在我爸面前做戏 连一个表情都不想给 别来我面前晃悠 在我出去读书之前 我保证你们是安全的 否则 一个疯子会做什么 都不意外 丢下一地狼藉 我把房间的门摔得作响 我本以为有了前面的警告 沈漫多少会安分一些日子 但我还是低估了他 第二天 一则短视频悄无声息地爬上热榜 等我发现的时候 他的点赞量已经突破了百万 是沈漫发的视频 文案是做的饭不好吃 家里的小公主发脾气了 他拍下了昨晚的一地狼藉 底下的评论全部都是对我的漫画 我冲出房间就看见 沈漫像没事人一样的在客厅打扫卫生 念念啊你起床了 早饭在桌上呢 还没等沈漫说完话 我已经一巴掌挥在了他的脸上 拍视频发往上 大姐你怎么不拍拳呢 你自己做的事情是一点不说啊 沈漫被我一个巴掌打得头昏脑胀的 他还没说话 徐四婉已经尖叫着从房间里跑了出来 你干什么呢徐念 你敢打我吗 我转身冷冷地看着他 再吵 我连你一起打 徐四婉被吓得湿了声 我继续看向沈漫 怎么 想用这种方式让我妥协 你做什么梦呢 沈漫 你留在我手里的把柄多的是 我没把沈漫的这些东西放在眼里 但他有事没事来我面前蹦跚一下 实在是让我心里隔音的慌 沈漫养着脖子 一副不慌不忙的样子 念念 我没做过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 你不要污蔑我 是吗 那那个王叔叔是哪里来的 他的脸色瞬间难看了下去 妈 什么王叔叔 徐四婉自然不知道 这件事情还是我高考前夕无意之中发现的 那天我忘记带复习资料了 于是去而复返 家里只有沈漫一个人 但我却看见阳台上 有着另一个男人的身影 我的视力一向很好 再加上楼层不高 我一眼就看出 那是当初我们一起出门吃饭的时候 上前和我们打过招呼的王叔叔 徐四婉已经忘了 但我没有忘记 他看见沈漫的时候 眼神里的流连忘返 念念念 什么王叔叔 你瞎说什么呢 沈漫的眼神飘忽 额头上都有汗珠渗出来 上辈子的我听信了我爸的屁话 觉得只要我不说 大家就可以一片平和 直到生命的最后我才发现 一个家是不是幸福 与是否容忍毫无关系 只和人有关 沈漫 我给你一天的时间 把前因后果全部都说清楚了 不然 别怪我不客气 我下了最后的通牒 却不是真的觉得沈漫会收手 而是需要点时间去店里 修复我手机里的聊天记录 毕竟 徐四婉发给我的消息 全部都是些好东西 等我到家的时候 我爸也已经下班回来了 他从来不看短视频 自然不知道网上的那些流言蜚语 只是在看见沈漫脸上的红印的时候 眉头紧皱 见我回来 他语气严厉 徐念 你给我过来 徐四婉躲在沈漫的身后心灾乐祸着 我坐到了他的对面 他叹了口气 道 念念 你最近是怎么回事 天天跟你妈还有你妹妹吵架 你是不是忘记爸爸和你说过什么了 家 家和万事兴 我记得 放在膝盖上的手紧握成裙 上辈子临死之前的怨恨和不甘将我牢牢的锁住 你记得就好 快点和你妈他们道个歉 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 凭什么 什么 我爸愣了愣 我抬起头看着他 第一次觉得我的脑子如此的清晰而理智 凭什么要我道歉 你总说家和万事兴 但所有的家和都是我的妥协和让步 你呢 他们呢 你们没有人会为了我妥协 只有我 一次又一次的舍弃自己的利益 来做到你们的家和 我不会再退让任何一次 如果你们学不会尊重我 那不好意思 这个家不要疑吧 我的语气平静 这是我上辈子就想要说出口的话 兜兜转转去憋到了现在 我无视了他的愤怒 站起身看着沈漫 有时间的时候上网看看 沈漫 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有手机的 我从来没有相信过他 我想 现在那些聊天记录和视频 应该已经足够掀起轩软大波 深夜 我被嘈杂声吵醒 我爸突然跑进我的房间 一把将我拉了出去 做什么 你还睡 你妈被你逼得要跳楼了你知道吗 我的意识一下子清醒了过来 跳楼 沈漫 还有这种好事 我一把甩开了我爸的手 三步就两步的一路飞奔到了天台上 沈漫披头散发的坐在天台的栏杆上 徐四婉抓着他的手哭得泪流满面 周围的邻居都围在边上 你一言我一语的劝说着 见我来 他们的炮火全部都攻击到了我的身上 阿麦 你看你女儿来了 你快下来吧 是啊 一家人有什么过不去的呢 小徐 快给你妈道个歉 他为了这个家忙里忙外的 你怎么能这么对他 还把那些事情全都发到网上去 太不笑了 所有人都在谴责我 他们都在说着我的不对和过错 沈漫的眼神里也闪过势在必得的信心 我那根名为理智的贤摇摇欲坠 直到我爸走上前来拉着我的手 将我拽到沈漫的面前 他压着我的肩膀 让我给他跪下道歉 徐念 你怎么能污蔑你妈出轨 是不是我平时对你太好了 太好 他怎么有脸说出这种话 从小到大 他除了会在沈漫责骂我的时候上来帮枪 除了不分青红皂白的每一次 都让我低头认错之外 他有做过任何照顾我的事情吗 没有 我终于意识到了 他不是我爸 他是沈漫的丈夫 是徐斯婉的父亲 是徐江 唯独不是我爸 理智的嫌在此刻彻底崩断了 我伸手抓住了徐江的手腕 抬眼看着他 污蔑 是不是污蔑你心里不清楚吗 你不过就是想稀释宁人 把我推出去顶过认错 天底下 哪里有你这样的父亲 我摒弃了周围所有的骂声 不顾一切地爬上了栏杆 伸手抓住了沈漫的手臂 心脏的跳动在此刻格外的明显 我甚至能够感觉到 他将要从我的胸口出跃出 耳边的风声震震 一瞬间竟然和上辈子的 最后一幕离题的重合了 上辈子 我的丈夫将我打到流产 我回家想要讨个公道 就被沈漫责怪我不够贤惠 就连徐江都说 我没做好一个妻子的责任 什么是责任 难不成他打了我的右脸 我还要把左脸凑过去吗 这样的事情我做了大半辈子 绝对不会再现 我笑得张扬 头发在风中肆意地飞舞 死亡是很可怕的事情 感受过临死前那骨头 寸寸断裂的痛苦 我实在是不愿意再体会一次 但如果让我像上辈子一样 毫无尊严地活着 我宁可再感受一次死亡 不是想死吗 沈漫 大家一起死啊 你想要毁了我的一辈子 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我拉着沈漫的手臂 就要往下倒 他却反手死死抓住了栏杆 我用另一只手 一点一点地掰开他的手指 直到最后一根 他终于忍不住了 是我的错 你说的都是真的 放过我吧 我不想死啊 念念我知道错了 你让我下去吧 他想要用死让我妥协 可现在的我 从不接受妥协 我笑着松开了抓着他的手 看着下面已经呆滞的徐江 我只觉得从未有过的畅快 你看 我说了 你要的家和万事兴 从来都不是他想要的 沈漫最终被人救了下来 他哭哭啼啼的 想要去拉徐江的衣角 却被他躲了过去 我走在他们身后一起回家 徐四婉却不知道 什么时候出现在了我的身边 他的语气阴沉 脸上哪里还有半分恐慌和担忧 许念 你给我等着 别以为你会好过 我耸了耸肩 毫不在乎 当你发现这个世界上 你连死都不怕的时候 就没什么事情 能够威胁到你了 只是 我看着徐四婉那双 与沈漫还有徐江都不像的眼睛 第一次怀疑起了他的血缘 这个想法一出 以至于徐江骂我的时候 我看他的头顶都绿油油的 我和你说话 你听见了我没有 徐江的手一拍桌子 发出剧烈声响 直接把我人都给吓清醒了 你骂我干什么 给你戴着帽子那个在里面 徐江喘着粗气的声音顿了顿 大人的事情里少管 他起身就往屋里走 我去叫住了他 你又想要大事话小了 是吗 徐江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但第二天 沈漫就如同没事人一样的 出现在了客厅里 也不知道是该说他脸皮厚 还是徐江心态好 徐四婉已经放暑假了 他讲我的时候就是一声冷哼 我趁他不注意 从他的肩膀上拿走了一根头发 昨天晚上的怀疑 我必须要去证实 我用自己的头发和徐四婉做了检测 医院告诉我 大概需要三天的时间才可以出结果 回到家之后 高中班长告诉我 明天有一个同学聚会 问我要不要参加 坦诚的说我和班里的同学关系并不好 这一切全亏那个 和我就读一个学校的好妹妹 三年如一日的在班里宣扬 我在家欺负他的谣言 导致三年下来 根本没有人愿意和我做朋友 不仅如此 就连我曾经暗恋过的男生 也被他用手段掉了过去 看着在沙发上玩手机的徐四婉 我心里有了个大概的计划 不是喜欢抢东西吗 希望这次你可以抢得开心一点 我答应了同学聚会的邀请 顺便在晚饭的餐桌上提起了这件事情 徐四婉的眼睛一下子就亮了 姐 你带我一起去吧 你去做什么 徐四婉撇着嘴 伸手搂住了徐江的手臂 虽然徐江对沈曼不似从前温情 但女儿毕竟是自己的 她还是百般宠爱 徐江受不住她的撒娇 扭头看向我 你带她一起吧 高中的时候 晚晚不是就经常去你的班里找你 是啊 常去我的班里 抢走我所有的朋友 让我被人孤立 一想起这三年的时间里 所有在背后的窃窃私语 面上却不动声色 行了 那一起吧 徐四婉朝我挑了挑眉 眼里满是挑衅 就是不知道明天结束之后 她会不会还是一样的开心 同学聚会的时间定在了晚上 是一家餐厅的包厢里 我在家门口等着徐四婉 就看见她穿了一身白色的连衣裙 配上玛丽真的鞋子出来了 头发甚至还卷成了大波浪的样子 不知道的还以为 她要去参加什么高贵的晚宴 我似笑非笑地看着她 徐四婉瞪了我一眼 看什么看 你以为谁都和你一样 一年四季的穿短袖和牛仔裤吗 我不再说话而是转身离开了 手机震动了一下 是班长给我发的消息 周勉已经到了 再一次看到这个名字 我的心肩还是颤了颤 周勉 我上辈子的丈夫 也是我的高中同学 只是我和她在高中时期 并没有多少接触 她皮相生的好看 高中的时候喜欢她的女生不少 只是成绩不好 最后也只是进了个一般的三本大学 大学毕业之后 只知道啃老度日 性格恶劣不说还酗久成性 这是上辈子 什么让给我找的好丈夫 这辈子就只能让她的女儿享福了 等我打开包厢门的时候 一眼就看见了坐在角落里的周勉 其实现在的她和未来的 她没有什么区别 还是那样的让我看一眼就作呜 徐思婉看着显然比我更是欢迎 她的到来引来了一片人的赞美声 我就如同一个影子一样 跟在她的身后 徐思婉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时不时的朝我看一眼 我没有管她 而是自顾自的 拿着酒杯走到了周勉的身边 周勉抬眼看我 眼神里闪不清明 她当然看不上我 她喜欢的一直是徐思婉那样的人 不然也就不会在和我结婚之后 还在和徐思婉不清不楚了 你喜欢我妹妹 我没有用疑问句的语气 而是万分肯定地说出了这句话 周勉总算舍得将视线在我身上多放几秒钟 关你什么事 我自顾自地在周勉身边坐下 看着人群中那个如同花仙子一般的徐思婉 其实我妹妹和我提过你 她对你是有好感的 只是女孩子吗 多少都有点害羞 你信不信 她一会就会过来和你打招呼了 周勉的眼神里满是对我的不信任 但我这句话说完没多久 徐思婉就朝着我走来了 她的视线时不时地停留在周勉的身上 如同一把小钩子一般刺激着人的心脏 这样的眼神和手段 她是跟着沈蔓学的 姐姐你怎么在这里啊 徐思婉的语气放得柔和 和在家里那个大呼小叫的人完全不同 做的是温柔的样子 我朝着她笑了笑 我不喜欢人多的地方 所以来休息一会儿 这样啊 姐姐 你编上这个歌的事 总算开口了 她叫周勉 我的同学 希望你喜欢我给你准备的礼物啊 徐思婉 同学聚会结束之后 我和徐思婉一起在楼下等车 眼看着同学们一个个离开 徐思婉也总算憋不住她的真面目 她不禁朝着我冷笑 徐念 你看 不管是爸爸还是别的人 你喜欢的东西 最后都是我的 其实徐思婉小的时候不是这样的 那个时候她会跟在我屁股后面叫我姐姐 拉着我的手奶乎乎的让我陪她一起玩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一切都变了呢 好像是从我上小学考到第一个满分为止 那天徐江非常开心 带着我去游乐园玩了一整天 从那之后 徐思婉就开始适适于我一阵高下 我有的 他也要有 我没有的 但我喜欢的 他也要拿下 徐思婉 我是你的姐姐 你为什么非要和我争 她的神情在我的注视之下 逐渐变得扭曲起来 原本清秀的连此刻看着格外的吓人 姐姐 徐念 只要你在 爸爸永远不会只喜欢我 因为你 我永远都要和人比较低人意的 我永远都不会喜欢上你的 妈妈说的对 我和你 从来就不是亲姐妹的关系 只有我各方面比你优秀 我才能好过 又是沈蔓 我看着眼前的徐思婉 只觉得那个小时候会对着我撒娇笑的妹妹 就像是一场梦一样的遥远 如今的她已经变得面目全非 突然的喇叭声将我从思绪中唤醒 是周缅开着车停在了路边 她摇下车窗脸上带着笑容 一个眼神都没给我 婉婉 我送你回去吧 徐思婉低声道 看 姐姐 都会是我的 只会是我的 但她表面上却是一副纠结的样子 这样会不会不太好 姐姐她 她一个成年人了 还不会自己回家吗 上车吧 晚晚 徐思婉等的就是这句话 她挑衅的看了我一眼之后 就上了周缅的车 我看着那车急迟而去 忍不住笑出了声 那些我过去的痛苦 这辈子 我都要让徐思婉尝一尝 这可是她妈妈 为我精心挑选的好丈夫啊 接下去的两天时间里 徐思婉和周缅一直都有联系 为了不让她这么快就丧失乐趣 我时不时的在她提起周缅的时候 露出沮丧的表情 几次之后 徐思婉对我喜欢周缅这件事情 深信不疑 每一次出门约会 都像是开屏的孔雀 而医院的检测报告也终于出来了 我拿着手中的检测单 深吸一口气 双手都止不住地颤抖 直到那0.001的概率 映入我的眼帘 我猜对了 徐思婉真的不是徐江的女儿 这样一个重磅炸弹 什么时候扔出去 才比较好呢 8月 沈曼已经开始前前后后地 为了徐思婉的生日忙碌 我看着鞋躺在沙发上 玩手机的徐思婉 脑海里浮想起 前一天晚上周缅给我发的消息 徐思婉似乎已经对周缅失去了兴趣 已经很久没有和他出门约会了 但周缅这人 性格偏激又执着 对自己看上的东西 没有那么轻易放手的道理 要不然上辈子 我说要离婚的时候 他就不会跪在地上 请求我的原谅 招惹了周缅 是没有那么轻易摆脱的 我点击了语音录制的按钮 走到了徐思婉的面前 你怎么最近不和周缅出门了 徐思婉抬起头 眼神不屑 怎么 你觉得我不理会他 你就有机会了吗 痴心妄想徐念 周缅也不过如此 我玩腻了 不行吗 我没说话 转身离开了 看着与周缅的聊天 界面上的语音 我愉悦地仰起了嘴角 周缅没有回复我的消息 但我知道 他不可能就这样算了 四天之后是徐思婉的生日聚会 沈曼邀请了很多 与我们家关系 来往密切的亲戚 参加他的成人里 场面不知道 比我18岁生日那天 宏大了多少 念念啊 今天是你妹妹18岁的生日 你不要再闹出什么动静了 知道吗 徐江不放心地坐在我边上 语重心长地说着 我点了点头 笑容乖巧 放心吧吧 我不会做什么的 徐江这才满意 但我说的只是我不会做什么 又不是别人不会做什么 徐思婉身穿公主裙 在亲戚里来回地奔波着 脸上的笑容 越发地可爱而乖巧 直到有人提起了我的名字 哎呦 还是我们晚晚会说话 不像你姐姐 往那里一坐 就跟个木头人一样 连长辈都不叫 说话的人是沈曼家的亲戚 我其实已经不知道是谁了 其实在小一点的时候 我是会喊人的 那个时候的我性格开朗 并没有因为母亲的离开而变的内向 直到有一次过年的时候 徐思婉污蔑 我将她推倒在地上 我站在原地 没有人听我的解释 感受着来自所有人的恶意和诋毁 他们说我小小年纪就如此狠毒 极度诚信一肚子坏水 以后一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成为了耻辱住上面的常客 自那之后 我再也不愿意和任何亲戚来往 徐思婉听到这句话 得意地看了我一眼 但嘴巴上还是谦虚地说着我的好话 只是她越说 旁人越会觉得我无理取闹 晚宴正式开始 徐姜站起身 举起酒杯正想说些什么 大门却突然被人打开 中棉走了进来 我特意注视着徐思婉的眼睛 在她看见中棉的那一刻 整张脸都惨白了下来 这位同学 你是一片寂静之中 徐姜走上前去 但中棉可不是什么尊老爱幼的货色 她一把推开了徐姜 阴沉着脸朝着徐思婉走来 徐思婉 完了我就想走 你他妈以为你是什么东西啊 她举起酒瓶 直接砸在了徐思婉的头上 在一片混乱之中 我听到了徐思婉的惨叫声 还有审漫的痛哭声 我坐在椅子上 冷眼看着他们抓狂嘶吼 徐思婉的惨叫声 逐渐与上辈子我的求饶声重合在一起 从前的我就是在这样绝望而无边的日子里 过了一年又一年 看着徐思婉考入我的大学 看着他嫁人生子 看着他和我的丈夫纠缠不清 看着他高高在上的审判着我的过破和痛苦 多么荒谬啊 是报者在挑剔我苟延残喘的人生 直到警察将周勉控制住 他的身上也有很多伤痕 但哪怕被压倒在了地上 周勉的眼睛也一直死死盯着徐思婉 亮的眼神我再熟悉不过了 是愤怒和恨不能一起毁灭的疯狂 是他上辈子每一次殴打我的时候 都会出现的眼神 我陪着他们去往了医院 徐思婉伤得很重 尤其是头上那个伤口 一直都在往下滴着血 沈漫坐在外面的长椅上 一看见我就朝着我扑过来 双手死死抓着我的衣领 是你一定是你害的婉婉 你这个畜生 你怎么不去死啊 他的双目通红 脸上满是泪痕 但我不吵不闹 只是冷眼看着他在我面前撒泼打滚 直到最后我蹲下身 扯着他的头发 让沈漫抬起头看着我 是我害的吗 沈漫难道不是你吗 是你让徐思婉自私自利极度如狂 是你告诉他我会影响他的一辈子 是你让他和我争抢与我作对 沈漫这一切全部都是你的错了 他坐在地上呆滞地看着我 直到最后捂着脸痛哭起来 一边的徐江不断地抓着自己的头发 或许他直到如今也没有想明白 为什么他眼中和睦的一家人 会变成这个样子 直到手术室的大门被打开 医生从里面走出来 徐江和沈漫立刻围了上去 医生我女儿怎么样了 失血过多 如今血库里的B型血不多 你们谁是B型血 和我们去戳个血 听到这句话 徐江的整个人都呆住了 B型血 怎么会是B型血 他和沈漫两个人全部都是A型血 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生出B型血来 徐江猛地扭头看向沈漫 此时的沈漫已经被吓得嘴唇发白 身体颤抖 徐江虽然懦弱 但他并不是一个没脑子的蠢货 立刻就明白了徐斯婉不可能是自己的亲生女儿 是你 你这贱人 你给我戴绿帽子也就算了 连女儿都不是我的 沈漫被一个巴掌打得倒在了地上 我坐在场椅上看着 几乎要为了这场好戏拍手叫好 欣欣念念宠了18年的女儿不是自己亲生的 这场戏实在是精彩绝伦 关注鳄鳄鱼饼 每天都看完结的精彩绝伦 到了最后 还是医院找了志愿者当场献血 徐斯婉才脱离了生命危险 只是我想 或许他还不如直接死在手术台上会比较好 周勉下手很重 徐斯婉的脸上被缝了好几针 彻底毁了容 就像上辈子的我一样 那伤疤会如同一条蜈蚣一样 对盘在他的脸上 直到死都不会消失 以前的他是怎么规劝我的来着 哦 他说你原先生的就一般 要不是做错了 姐夫怎么会打你 现在换成了他自己 徐斯婉间叫着将镜子扔在了地上 妈 你救救我 你救救我呀 我不能毁容的 我还要考名牌大学 还要价地有钱人呢 沈蔓流着泪握着徐斯婉的手 而我走上前去 好心地替他噎了噎背脚 你原本长得也就一般 要不是你做错了 周眠怎么会打你呢 果然 刀捅到自己身上的时候 他才会觉得痛 徐斯婉一把甩开了我的手 对着我怒目而是 是你 是你叫他来的 是你毁了我你这个不要脸的婊子 我杀了你 他拿起身边的花瓶朝着我砸过来 但却被徐姜挡住了 这是他第一次 在我和徐斯婉中间 选择站在了我的身边 他看向我的时候目光关切 我却偏过了头 爸 你还帮着他 我会有今天全部都是因为 你给我闭嘴 你会有今天全部都是你做的 徐斯婉根本没想到 一向对他宠爱有加的徐姜 会如此严厉的责骂他 他愣愣的看着徐姜 像是从来都没有认识过他 如果不是你从小到大 什么都要和你解争 你会变成这样吗 小小年纪不学好就知道勾引男人 你真是把我的脸都丢光了 还是像了你那个妈 徐姜指着他的鼻子破口大骂 我心里却无尽的悲凉 原来他全部都知道啊 他知道我从小受到的所有委屈 知道我咽下的所有眼泪 但他视若无睹 他只当所有的一切 都是我应该承担的 徐姜扭头看向我 他的手颤抖着想要握住我 可我却倒退了一步 与他划清了界限 念念对不起 是爸对不住你 以前的事情 我 他说的言辞恳切 但我的内心毫无波动 你是真的觉得对不起吗 还是只是在知道了徐斯婉 不是你的亲生女儿之后 想要来挽回这个世界上 唯一的血脉 从小到大 我一直都期盼着 你可以为我说句话 哪怕一句也好 但是没有 我从来不相信什么 有了后妈就有后爸的鬼话 我一直以为你想让我道歉 是因为你不愿意 失去一个家庭 但现在我才知道我错的离谱 你只是懦弱而已 你害怕承担责任 害怕面对纷争 所以选择稀释宁人 选择让我痛苦 真是可笑 我没有去管徐姜眼中的悲痛 和不敢置信 吃笑了一声之后 转身离开了 病房里还传来徐斯婉的质问声 什么叫做 不是爸的亲生女儿 走出医院 我久违地感觉到了 浑身的轻松和愉悦 就连鸟叫声都让人身心舒畅 徐斯婉还在医院 沈曼在医院里陪护 至于徐姜 她似乎是打算和沈曼离婚 但那边一直拖着不放 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在家里的这些日子 她一直试图和我拉近关系 但每次都被我的冷言冷语击退了 好在开学的日子也快到了 当我踏上高铁的前一天 我得知了周免最后的结局 因为故意伤人罪 她入狱了 也算是完成了上辈子 我最后的一个心愿 拿着录取通知书 全文完